欢迎收看第632期国度新报综合报道 首先为您介绍兰语基督徒合一特会 这个特会9月5日到7日在兰语的兰恩青年活动中心举行 今年特会是由基督长老教会达务区会主办 区会议长张海宇牧师主领 主题是基督是我家之主 更有来自长老教会神招会以及天主教会牧者同工 和弟兄姐妹约400人与会 有鉴于达务区会牧者们的共建 发现台湾本岛出现的家庭问题 也就是儿女品格教育、价值观等等的问题 在兰语也是常见的 譬如家中因为父母离婚或者是忙于工作 导致隔代教养 还有就是单亲家庭等等问题与日俱增 因此牧者们认为要转化教会就要从转化家庭开始 特会的起源是当地牧者观察到教派与教派之间 家人与家人之间的不合一 因此牧者团队就有一个共识 是要让兰语成为福音之导 因此在七年前由天主教先开始主办 借着合一祷告 复兴蓝语成为基督的岛屿 此外由加利利传道会所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军人祷告会 9月6日在台北复兴堂举行 大会以兴起发光使命人生为主题 邀请台北复兴堂柳建台牧师 以耶和华的军队为题 勉励军队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 被神使用 成为光与炎 陆海空三军 县义以及退役军人 军校生以及军眷等都有代表与会 并且邀请各个教会牧长们出席为军人祷告 柳建台表示 神拣选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而且带着盼望 相信世上的国必要成为主基督的国 所以我们要荣耀神来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 另一方面 年底九合一选举 已经在9月1日到5日完成参选登记了 从今年4月发起的7853呼召 新天地国家转化联盟 以及推动基督徒进入7853村里长位置的彭家志弟兄表示 依据联盟最新统计资料显示 分布全台各地分属不同宗派的基督徒 总计有50多名首次参选 他们将有别于一般的选举文化 既没有高额的选举经费 也没有豪华的竞选总部 参选之中 新竹市反应最热烈 一共有一位参选市长 五位参选议员 三位参选里长 形成了地区性的选举团队 感动了当地基督徒企业家全力支持 这件事也震动了新竹地区以及竹科 彭弟兄说 对这些参选者而言 选举都不是他们人生中的预定计划 而是180度的大转弯 过程之中看见神的工作 也碰到诸多的挑战 他期盼教会在接下来三个月里面 能够多多地为这些候选人带导 以上就是本期国度复兴报综合报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